月房杀鸡是我见过罪毁三观的电影 青楼姑娘跟小姐妹举力举起 漂亮妹妹实际是个女装大佬 以及太监的玩意儿 还能无中生有 哦 我的眼睛 传闻事前有一个青楼名叫艾妞居 才有五位绝美妖女 小红妖眼艳丽 据说她的红色绸缎是被鲜血染红的 小蓝成娱乐艳 爱吹笛更爱制毒 小绿花颜月貌 没有男人能活着从她琵琶里出来 小黄清诚清薄 光是听她喊一声哥哥都只会票价了 小子处处动人 柔弱可怜惹人疼 这座艾妞居 一面上是供八观贵人消遣销魂的奢命进楼 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组织 寻找失踪的少帝 皇朝末年 反王篡位 年幼的少帝流落到民间 下落不明 艾妞居奉命寻回少帝 敞出真爱 辅佐他夺回王位 可近段时间 艾妞居陷入了危机之中 因为前段时间他们杀了一个人 惹得冷公公暴怒 特意上门来讨人 这个冷公公可不好对付 传闻他没有弱点 从未有人打败过他 这下难办了 小兰先发之人 使出了特制的迷魂箱 冷公公的手下吸入毒气 变得狂暴且自相残杀 转眼就只剩几个主要的反派角色 冷公公冷哼一声 下令让手下把红黄蓝绿子全杀了 女孩们大喊冤枉 为了不冤枉好人 冷公公又派出了狗鼻子手下 逐个逐个女孩闻了过去 不料却被小黄身上的香气 迷得神魂颠倒 到最后都忘记了初衷 只记得小黄妹妹送他的香蓝了 蒙混过关 冷公公气得不行 下了死命令 今晚找不出凶手 你们明天都得死 这下小绿别不住了 倒戈了 站到了冷公公那边 他知道冷公公正在寻找 追杀失踪的少帝 于是告诉他 爱奴居的姐妹手中有四份地图 只要拼齐了 就能找到少帝的下落 他能帮忙找出来 但是希望冷公公不要杀死小子 因为小子是他最爱的人 这话怎么有点举力举弃的 冷公公也不管那么多了 让他先找到地图再说 冷公公怕出两个手下去监视女孩们 顺便掏出地图的下落 但这两个哥干啥啥不行 反而找了妖女的道 被迷得昏头撞向 说啥都可无遮拦 还吐槽自己主子是个太监 说太监的玩意儿 就是龙子的耳朵 摆设罢了 这边冷公公先来巫师 巡视手下人干活 难怪都说太监一样猥琐 好好的一个爵士高手 最爱干的竟然是八强脚偷听 听到手底下人说他是个太监 一下就抽中了他心里的痛 他也曾经是个正常男人 他也想要子孙满堂 想要左右右抱 一气之下 就把两个猪队友给杀了 姐妹 这招借刀杀人厉害了 这时小绿偷偷两份地图卡轩归来 剩下两份还在其他女孩手里 于是冷公公又去女孩房里八强脚 听到小黄妹妹夸她身材好 人长得帅 最喜欢她了 冷公公立马心话怒放 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转身又去拔小子的墙角 竟然听到了一个大秘密 小绿得到了一盒神单 拿到小子的房里 让她一定要按时早晚服一颗 因为这个神单能让太监长出伴 能让女人变成男人 到时候姐妹俩就可以 听到这个秘密 冷公公突然就不断定了 晚上小红小兰为冷公公歌舞一曲 黄妹妹趁机拍在她胸口撒娇 表达爱意 这让冷公公心都坏了 打消了杀他们的念头 但临走前 她必须得到那个神单 于是第二天 她悄悄寝入了小子的房间 小子果然长出胡子 变成了男人 冷公公满怀期待的也吞了一颗 可刚吃下去 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原来这个不是什么神单 而是让她内力散尽的毒药 无妖女都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磨刀霍霍像猪羊 这下冷公公就等于 黄瓜吊在粪堆里 不是屎也是屎 连最爱她的小黄 也向她挥起了剑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 越是会骗人 冷公公死都死不瞑目 最可怕的是 小子竟然本就是个大老爷们 原来她一直以来都是男扮女装 隐藏在青楼里 而她真实的身份 就是少女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少帝呀 发现昔日姐妹变成了龙二代 四个小姐妹都开始争宠了 最后她们统一了战线 跟随少帝一起去抢夺王位 电影的结局 小子妹妹进了皇宫 成为了杀父仇人的妃子 她最后留下了一个销魂的眼神 这个眼神似乎在告诉大家 皇上大局不保了 MING PAO TORONTO